歡迎來到我的主場 各位大家早上好 回憶八年前吧 八年前也是在這個地方 一樣這個舞台 一樣是這個場所 那麼要談這個之前 我也先大概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陳我住在台灣 台灣的中部台中的隔壁叫做彰化 有聽過嗎 彰化有 真的喔 有去過台灣嗎 有 255有沒有去過台灣 有啊 有去過逢甲夜市嗎 有啊都有 去過台灣台灣的好玩嗎 好玩 台灣最美的是人情 人情味最美的最美的 那個小事也蠻多 那麼我大概是在91年的時候 開始從事傳銷的這個行業 91年 1991年 那大概是在96年 96年那時候被公司派來北海 就住在甘方家這邊 北海這邊 所以我對大家 我這邊蠻熟的 蠻熟的 所以我隨便出去看八個人 就可以認識七個人 沒有開玩笑開玩笑 在這邊真的也蠻熟啦 那我覺得北海這邊 馬來西亞這邊 真的很好很好很好 我一直把他認為是我的 第二個故鄉 第二個故鄉 所以疫情這幾年都沒有來 哇心裡面好悶啊 這一次能夠來一口氣就把他 來一個半個月才要回家 那直到今天為止剩下兩天而已 就要回家了 所以我就開始擬定計畫 每一天要見幾個人 陌生推薦幾個人 陪同他們去推薦幾個人 所以我一天陪一個 一天陪一個 一天陪一個 結果這樣子呢 一直來到大概半年過後 開說明會的時候 我記得那一次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就算了 總共是89個人 達到我的目標 有時候目標的設定 成功的結果是用走走出來的 用走走出來的 你有沒有行動力 有沒有行動力太重要了 所以呢 定心定位定長山 他的原始動力是什麼 他的原始動力叫做行動力 沒有行動力的話 那麼一切都不用再講了 你真正開始的時候 站著站住的時候是沒有風的啦 你開始往前跑風就來了 那個叫逆風 逆風 所以當你真正開始從事COVID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怎麼樣 碰到問題 碰到挫折 碰到困難 碰到別人跟你潑冷水 會不會 潑冰塊 跟你潑斧頭 潑菜刀 要不要理他 不理他 這些你都要頂過去之後 那你就變成無敵鐵金剛 什麼東西都破壞不了你的時候 那你就無堅不吹 任何事情你都有辦法由任而解 對不對 所以要讓自己變成這樣子 你有嗎 你是你今天你是Top CS對不對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還是會給別人影響 如果會給別人影響 一句話就影響到你的話 那你這個CS就不用再幹了 就沒有資格了 所以要訓練自己是這樣子 好 所以要先定心再定位 才能夠定江山 那何謂定心定位 要什麼定心定位 有人可以告訴我嗎 定心決定開始 把你的心定下來 才可以決定你現在開始走的路 一開始要走了 心都不定 不能做的 來 扣位 他是小生意還是大事業 大事業 你要是把它當成小生意也行 你要把它當成大意大生意也可以 但是你把它當成小生意的話 你就慢慢做 小小做 一個月賺個三百五百就好了 三千五千就好了 那你的心就不會大 你的行動力就不會快速 肯定的 你把它當成大事業的話 那就不一樣 所謂大事業是要業收入 十千 二十千 三十千 五十千 一百千 對不對 那我請問各位 如果一個大事業一個月要賺一百千 賺八十千 五十千 要投資多少錢 一百二十千 我說一個事業你一個月要賺八十千 一百千的話 你要投資多少錢 一百萬 一百萬 兩百萬 對不對 不一定一定賺得到 那麼 摩位是誰的事業 阿哭的 還是靈倫祥的 你有從做摩位到今天 你有把它認為是你的事業嗎 有 真的有嗎 有 好 沒有把它當成是你自己的話 你的力量不會大 當成是我的 那力量才會大 我的 全世界最大的力量就是我的 這個是我的 你跟那個小孩子七八個月在喝牛奶 有沒有 八九個月喝牛奶 那個奶瓶讓他抓到的時候 在喝的時候 你要把它搶搶不來 那個力量很大 你不要看他是八九個月的小孩子 有沒有 為什麼力量那麼大 因為這個時候是我的 我的力量才會大 摩位需要大的投資嗎 大的風險有沒有 都沒有 來請問各位最近有沒有看到 Highway然後電視機還有市區 一大堆的廣告 有沒有很多廣告 這些廣告有沒有花錢 要花多少錢 好幾百萬 好幾百萬公司有沒有 請你們幫忙出一點點 也沒有對不對 我們這邊有一個銷售之王 你知道嗎 每一天都賣三台的 好厲害 有時候賣六台 這三台放到下個禮拜才來報 金馬輪的我們這個夜宗光 來 所以摩位17年來 更難做還是更好做 我們嘴巴都講更好做對不對 事實上 在底下的時候在講都 我路來路拍照 更好做 講的時候都講越難做 我們來了解一個問題 17年來 到底更難做還是更好做 一開始做扣位的時候 出去跟人家講扣位 客戶說什麼話 哎呀沒有聽過 那個不能做啦 有沒有這樣子 你們早期的時候 我理論一下 沒有聽過扣位沒有聽過 不能做啦 現在17年後對不對 就跟人家講扣位 哎呀早就聽過啦不能做 沒聽過不能做 早就聽過也不能做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做 用心做 用心做 我就想不通 哎 所以人只要他不要的話 他可以跟你拒絕很多很多的藉口 對 什麼都是他講的 所以你知道人性 有 人有一種 個性嘛 每一個人都有 喜歡看人家失敗的心理 叫做嫉妒心 重跟輕而已 幾乎每個人都會有的 我沒有騙各位的 所以當我的朋友 葉先生在做扣位 我怕他做成功 比我更成功 所以我就會跟他潑冷水 啊你做不成啦 你沒辦法啦 做成功的時候 他來找我 你不是說我沒有辦法做成功 我就會跟他怎麼回答 你知道嗎 對 我沒有這樣講的話 你不會做成功的啦 都是他的話 如果真的沒有做成功 我就過去了 我看他沒有 叫你不要做你 偏偏要 沒有三個月頂不了的 你看 你看神也是他 做鬼也是他 你旁邊有沒有很多這樣的人 那一些人都要跟你潑冷水 把你潑到死的 你知道嗎 但是講話不負責任的 講話不負責任 那你是為他而活 還是為你自己而活 那當然啦 所以外面那些話 聽聽就好 了解嗎 聽聽就好 所以17年來 它是更難還是更好 端看你自己 我這邊講一個故事 有一家工廠 在賣梳子 羅阿 梳子是要梳什麼的 梳頭髮對不對 那麼這個經理呢 阿庫就召集所有的業務員過來 我們賣梳子明天開始賣給沒有頭髮的人 梳子要賣給沒有頭髮的人 有一部分的人說 阿庫是不是神經有問題 不然怎麼講這種話 就離開了 還有一些人坐著在那邊想 他 阿庫一定有他的用意存在 用心良苦 好 你既然這樣子 我就表現給你看 就有一部分的人去賣 給什麼人 你知道嗎 賣給沒有頭髮的人 告訴他說 你沒有頭髮 我這個梳子不是給你梳頭髮的 是要讓你按摩頭皮的 按摩百慧瀉 百慧瀉就是萬能的瀉位 按摩百慧瀉就會棄除疲勞養足你的精神 甚至還會長高 還會更年期障礙還會好 這個光頭聽到不錯 好買一支 人家這樣一天賣給光頭了 光頭的賣十幾支 有沒有做到 誰說一定梳子要賣給有頭髮的人 不一定對不對 所以大姐 梳子可以賣給沒有頭髮的人 後面那邊一位 樹枝可以呼吸的 另外還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想說 倒不如去找一些寺廟 一些寺廟 寺廟廁所出來不是要洗手嗎 洗手台那邊 他就告訴寺廟裡面的那個 廟公就是主持人 所以你那個洗手台 每一個洗手水龍頭上面放一根梳子 讓信徒上完廁所洗手的時候 順便把頭髮梳一梳 比較整齊 這樣在敗的時候就比較虔誠 有道理 人家一天賣了二十幾支 另外還有一部分的人 像這個 Rio 林文祥這類的人 收入比較多的 他們直接跑到極樂市 極樂市是不是大的 告訴極樂市最大的那個人叫什麼 我們台灣叫做星雲法師 極樂市最大的那個人 極樂市最大的那一個人 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設計一個添油箱 人家要投錢的 這麼大的 然後呢 只要添一百塊 十塊就會叩叩叩掉出一根梳子 大支的 五十塊就會掉出一根小根的梳子 所以呢 大的梳子裡面會刻了幾個字 熱善好施 功德無量 極樂市敬正 你看你會 放五十還是一百 一百 所以每個都放一百 叩叩一支 就插在這邊 下山下那個樓梯 極樂市下來不是有樓梯嗎 再走樓梯是這樣走的 添白狗一百 我煎了一百塊 一天賣三百多支 你看同樣一件事情 有的走了 有的賣十支 有的賣二十支 有的賣一百多支 同樣一件事 那到底難還是不難 難跟不難都是你決定的 對不對 都是你決定的 所以到底難不難 我們來看一下 十二年創造一百個 一百萬的顧客對不對 十二年 這一開始沒有人知道 扣位的時候 說很難做那個時候 接下來四年創造了 兩百萬個 客戶 十二年才一百萬 四年反而兩百萬 所以這個以後 我們要往三百萬的顧客 再增加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你看 這邊 那天有沒有去 這邊那天沒去的請擠手一下 都有去啊 只有後面你一個人沒去 你有去嗎 這兩百萬有去 所以這不用介紹了 那天 我在這邊 我那天我坐在這邊 我專程去看一下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你們想跟我說 六千個一定會 做到滿滿滿 我想說不要在騷擾 我來看看就知道 真的滿耶 那不是假的 那你看 這 我們 已經滿額的 還有一百七十萬的 自由顧客 對不對 自由顧客是什麼 他已經期限繳滿了 這一段時間 他分期付款都很正常 很踴躍 都沒有瑕疵 這也有一百七十萬顧客 這一百七十萬的顧客 請問你們可以運用嗎 他可以以前跟我買 現在變成跟你買嗎 可以嘛 那這邊 這邊的人 你要不要去找 這是不是市場 對不對 那你看 他本來分期一個 可以變又多三個 一加三對不對 那這樣等於多少 等於是五百一十萬的 這個產品可以賣 這一些 這一些市場在哪裡 在你們的手上 在你們的手上 你要去爭取 來再看一下 這些我剛剛講的廣告 這些都是對不對 所以一切都幫你們 準備到這麼好了 一直來到現在17年後 一切都準備這麼好了 所以這個時間 叫做什麼 環船理論水漲船高的時候 水漲船高聽懂意思嗎 環船理論聽懂意思嗎 不同 環船知道嗎 環船不是在海上有一種環船嗎 很大的環 風吹來的時候 它就會 跑沒有 風就不會跑 有沒有 環船理論的意思就是 當你逆風的時候 認真滑 滑五個鐘頭 可能只走了一公里 當你順風風來的時候 你不用認真滑 就可以跑十公里 現在的 空位 就是順風 就是順風 一切都 準備好了 而且氣勢這麼大 在馬來西亞 講到水機 講到床 講到任何的 這個空氣清淨機 空位講第二 沒有人敢講第一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 No.1 那這樣的理論 現在是順風的時候 你輕輕划兩下 就跑了十公里 你為什麼不要划 了解嗎 這我不是在談理論 是真正是如此 真正是如此 你身在現在這個時候 你是在天堂 以前身在 扣位的時候是在地獄 那以前那些 身在地獄的人 現在收入都好幾十千 整百千 你們現在身在天堂 怎麼沒有辦法呢 好 所以各位要掌握 要掌握 好 所以如何定心 重點在這邊 定心的不二法門 第一個叫相信 因為相信會產生力量 不相信 再跟你講的什麼好的話 都不會產生力量的 有一個年輕人 他到山上去 爬山 走走走走 已經快傍晚的時候 越左越暗 越左越暗 忽然間掉下去 一直滑滑滑滑 好緊張 亂抓亂抓 抓到一根樹枝 這個時候天已經暗了 他也不知道他到底 如果放手的話 會不會摔死 開始喊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旁邊有一戶人家 就走出了一位老人家 老人家聽到說 年輕人 你在喊救命是不是 是啊 趕快來救我 可以 那我要救你的話 只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趕快講 阿伯 他說 你一定要相信我講的話 信不信 相信 真的相信嗎 相信 好 那你相信的話 我告訴你 現在你把你的雙手 增開 蛤 我現在抓住樹枝 你叫我把它打開 那不是摔死 他說 不行 我打開會摔死 阿伯說 你不是相信我嗎 我叫你打開 你就打開 他說 我不要 我偏偏不要 那你不要你就抓著吧 一直抓 抓八個鐘頭 天亮了 能夠看到了 他就看到他的腳底下 他腳距離 土地 20公分 這個時候放手會 會怎樣嗎 剛好跳下來 安全 抵達對不對 那你看 為什麼阿伯會叫他 把雙手打開 因為阿伯在這邊住了40點 光這個雙手抓到樹枝 都是在喊救命的80幾個 每一個人都是抓到那一隻 每一個人叫他說放手 每一個人都不要放 都願意在那邊 吊個八個鐘頭才放 人家在那邊是已經內行了 對不對 有經驗了 所以你要不要相信 所以要相信什麼 要相信 第一個相信 摳位的公司 你們都比我更清楚 17年的這麼多 剛剛已經講過那麼多了 第一個公司 你又絕對的相信 外面目前不是有很多公司 跟我們一樣的嗎 在跟我們做挑戰嗎 你有看過一個從 call way離開的人 去做別家公司的做得好的嗎 有 你告訴我 一個人給你10千 哭出 有嗎 我前幾天聽啊 昨天跟他一起吃中秋飯還是前天 他說從call way離開的去別家做同樣類似的公司啊 沒有一個做好的 真的嗎 為什麼會這樣 他好像那一家比較好才會去嘛 但沒有一個家做好的 因為 我剛講過了 call way講第二沒有人講第一啊 我們一切都準備了這麼好 你不要只是看短期的 人家給你挖腳給你更高的籌碼 那是沒有用的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要相信公司 要相信我們產品 你看我們那個按摩椅 我們那個床啊 聽說是秒殺是不是 秒殺的意思懂嗎 秒殺就一出來馬上不見了 但是我們的做法不是傳銷啊 我們的不是雙軌制 我們也沒有對碰獎金 也沒有什麼對等獎金 都沒有啊 我們是傳統代理的模式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是傳銷 人家問你是不是你要這樣跟他回答 我們是因為貿工不決定 我們這樣的一個marketing plan 必須去申請 但事實上我們運作 我們做的方法不是傳銷 不用害怕 其實就算是傳銷的話 你也不用害怕怕什麼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的制度有一個很 很神奇的策略 策略複製 這裡有幅嗎 我在這裡 我們舉例來講這個是你 你只找到A跟B兩個人就好了 當然我不是在做雙軌制 三台三台 對吧 那你是不是會叫他複製 也去找兩個人 叫他去複製找兩個人對不對 是他去找兩個還是你去找一二三四五六個 我告訴各位 當你找到A跟B 這邊就變成三人 一二三對不對 這三個人去找這四個人 三個找四個 容易嗎 容易 這四個加入了 加入這邊是不是變七個人 七個人去找八個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七個人來找八個人 容易嗎 不是叫你一個人一次找四個找八個 不是 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只要願意有辦法完成黃金三角就可以了 黃金三角 你自己會的 你的心態 你的觀念 你的 傳遞給他 傳遞給他 陪同他 陪同他 去完成這些 以後他會複製 他也會複製 Copy下去 做組織 做組織 做業務 做團隊 一定要懂得Copy 因為 單打獨鬥 絕對勝不了團隊運作 信不信 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 能夠拼多久 不久 一定要團隊 一定要團隊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好的制度 好的制度 當然第四個要相信你的團隊 好 第五個 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連自己都相信不了 怎麼會有力量呢各位 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所以你自己才是獨一無二的 相信你自己是最好的 最厲害的那一個人 但是不要自傲 相信 相信 第一個相信 第二個叫執著 很執著 執著有沒有力量 有 各位 我們葉先生 各位認識葉先生嗎 認識 你知道他是博士生來的嗎 博士喔 不是碩士而已 是博士 博士比碩士更厲害對不對 也比陳老師更厲害的 博士願意來當銷售員 你博士生還來做銷售員 那如果是我 我不一定肯 因為我彎不下去 我是博士 怎麼可以去做銷售員 他博士願意當銷售員 你知道他要經過多少 磨念嗎 他會經過多少瘋瘋瘀魚魚嗎 可想而知 人家會跟他第一句 第一句話這麼講的 阿楊 你是沒湯吃飯 你博士生還來做銷售員 會不會碰到這種話 會 一定會 他如果不夠執著的話 早就放棄了 早就放棄了 我前幾天聽他在分享 他以前教的學生 現在都回過頭 來跟他講這些話 你當不好 這個沒有執著的話 力量不夠 你看我們來哭 我們的林先生他們 一開始 COVID第一年的時候 第二年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碰到的挫折困難更多 對不對 那時候如果不夠執著 不夠堅持的話 有辦法走到現在嗎 走不來的 你不要看他們現在的收入那麼高 好羨慕 你們先做先贏 早做早贏 不是喔 我們一般人看到鴛鴦水鴦 鴛鴦水鴦知道嗎 鴛鴦水鴦就是在水面游的一對 好像鴨子的那一種有沒有 好羨慕有沒有 你不知道都沒有看到他在水底下那兩隻腳 如果沒有一直這樣的話 他會淹死 我們都只看到表面羨慕人家 沒有看到人家真正付出的那一面 要學習的是這一個精神 好執著 另外一個部分什麼叫執著 我要請問各位一下 如果我問你說喜歡跟愛 哪一個比較有力量 愛 那愛跟很愛 哪一個比較有力量 很愛 那愛跟非常的愛 非常的愛 那愛跟非常非常的愛 非常愛不要有力量 那非常非常非常的愛跟沒力外死這樣 沒有你我會死掉 哪一個更大 沒有你我會死 這句話對不對 對喔 哪一句話比較有力量 沒有你我會死 沒有你我會死 我們都照顧我還不可以這樣 我老婆也在後面你不能隨便講沒有你我會死 我就 沒有你我會死 這個力量大嗎 葉宗光 沒有你我會死掉 這樣力量大不大 也就是說沒有口味我會死掉 那這樣子你能不能把口味做得好 不然 不然再換一個例子好了 你做口味一個禮拜沒有賣三台 明天槍斃 你不要槍斃 槍斃你家的人也可以 你的太太 你的兒子 你的孩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辦法一個禮拜做三台 我告訴你 你會跟他一樣 一個禮拜做六台 這三台留著下 下個禮拜萬一沒有做到 可以頂 有沒有大理 奇怪耶 要槍斃你就有辦法做六台 沒有槍斃連三台一台都做不了 一樣是那個人是你 怎麼差這麼多 有差嗎 那個人是不是同樣是你 差在你的潛能被激發上來 差在你沒你我會死 差在這個地方 用這樣的精神來做業務 沒有一個業務是做不成的 第三個叫做任性 很任 很倫的 就是很堅持 所以做業務行銷 有三個 條件 第一個條件叫做 堅持 第二個條件叫做 不要連 第三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叫做 堅持 不要連 堅持不要連 了解嗎 堅持不要連 當然這邊的不要連不是說很不要連那個不要連 就是說我什麼 我臉皮膚膚什麼都不怕 我就講就對了 他有一點點堅持不要連的感覺 不是嗎你在笑什麼 所以這個叫做定心的不惡網 相信執著跟任性 然後要永遠不自滿 永遠不能夠自滿 要隨時歸零寫許 隨時要寫許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已經 夜收入十千二十千就很厲害了 你現在做扣位做兩年做三年就很厲害 不要 隨時都要歸零來學習 你像我講課講這麼久 我很多 故事跟舉例是忽然間看到路邊一個什麼東西 想到趕快車子停起來就記起來了 把它變成我要講的故事永遠在學習 永遠在學習 所以要歸零 歸零不要難做 像葉先生這位博士 他要歸零比我們更難十倍 因為他是博士 但是他如果看清看破了 就不會 所以有一家武術館他在教武功 要收學生來學武術的要收一千塊 碼幣一千 那結果忽然間有一個葉先生走過來 這個葉先生不一定你 他也是 他說 師傅我有學過武當 學過少林 所以基本上我會一些武術 你可以跟我收五百嗎 好像有道理 他有學過了 別人一千他五百 結果這個師傅說 別人一千你有學過一些 不能收五百 也不能收一千 要收兩千 比別人更貴一千 為什麼 師傅說 因為你以前有學過對不對 我要把你交不會 這樣一遍 再交到會 兩遍 別人一遍就交會了一遍一千 你要交不會一遍一千 再交會又一遍又一千 所以你要收兩千 各位啊 有很多你的朋友找進來做call位 他說我以前做過什麼什麼什麼 又什麼又什麼 什麼都會 你不用講 我都會 這個要收兩千 你要不要把它交不會 就不會再交到會 所以不要致滿 不要致滿 好 那麼為何做很重要 為什麼要做call位 請問在座各位 你為什麼要做call位 不call位會死 我跟你說 我再過三年後來看 如果你沒有在call位 我就找你算帳 不會啦 我做很久了 做很久了 好 為何做call位 確認為何方能影響任何 你要了解為什麼我要做你才會有動力 了解為什麼我教你怎麼做你才會學去做 所以要確認為何方能影響任何 假設你賣白粉跟賣麵 麵粉 賣白粉 白粉是毒品對不對 跟賣麵粉是賺一樣的錢有沒有人 我們有人要賣白粉 當然不是鼓勵你去賣白粉 那個是換法又有危險性的 因為他覺得他那個賺的比較多 所以要確認為何方能影響任何 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你做call位是為誰而戰 為何包而戰 為何包而戰 我以為何包蛋 為你自己的荷包 為你自己的家庭 為你自己家庭的幸福 而戰就對了 那麼為何團團轉只因神未斷 這一條繩 這一條枷鎖是所在 綁住你內心的枷鎖 有很多人一輩子都不快樂 因為他內心有一條枷鎖 有一條繩子把他綁住了 一直解不開 那條繩子也許是綁住的是 你的家庭狀況 你的婚姻狀況 你的金錢經濟的狀況 你的精神狀況 你的身體的狀況 都有可能 但一旦這一條無形的繩子 沒有把它剪斷的話 你永遠跑不出去 你永遠走不出去 阿六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條繩子剪斷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肚子越來越大 所以內心的枷鎖 內心的繩子 一定要把它給剪斷 把它給剪斷 那這個部分的話 很難處理 唯一能夠處理的就是 你要去找你的上司 找你的上限 找你的團隊裡面 你最談得來的人 把你的內心 這一些事情告訴他 彼此找一個共同處理的方式 來把它處理掉 有時候這一根繩子沒有綁掉 你叫他再怎麼做 教他再多的東西都沒有用 因為不會通 再怎麼弄都通不了 好 所以 所以企業衰退跟個人落伍的主因 智慧障礙 很多人智慧產生障礙叫做智障 能力 學習 創意跟不上變革都停頓了 他認為他是最厲害的 他的能力是最強的 所以也不再學習了 他每次來聽課程 來開會就在那邊評分 這個陳老師講的應該只有80分 這個誰 葉先生講的應該有90分 在那邊評分 評分 對你有好處嗎 人家講的好壞 關你屁事 對不對 你耐心聽 用心聽就對了 整個課程裡面只要聽一個故事 寫起來有用就夠了 不需要整堂都你的 了解 好 智慧不要產生障礙 還有自我障礙 智傲 智大 智我偏執 溝通不良 常常用以為來看待人生 常常用以為 我以為怎麼樣 我以為又怎麼樣以為 有這種人嗎 真的很多 很多這種人 那你是不是這種人 對 這個叫做自我障礙 也叫做智障 來 智能障礙 妄自悔薄 請問妄自悔薄的成語 這個意思叫什麼 隨便看清自己 所以不要隨便的看清你自己 自己放棄自己 爸爸媽媽從來沒有放棄過我們對不對 我請問你們各位都當過爸爸媽媽了 小孩子在寫走路的時候 走走走 跌倒 你會不會把他抱起來 會不會把他牽起來 叫他自己爬 你自己會給他鼓勵嘛 你不會放棄他嘛 自己爬也好 叫他自己爬都好 你一定會鼓勵他對不對 他在跌倒兩次 跌倒三次 跌倒四次 你會不會繼續鼓勵他 會嘛 你從來不會放棄他對不對 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父母親也沒有放棄過我們對不對 那人家沒有放棄你 你也不會放棄別人 為什麼你要放棄你自己呢 沒有放棄自己對不對 所以不能放棄自己 不能放棄自己 沒有自信 化地 自信 莫守成歸 這樣的人很多 都自以為是 他坐井觀天 在井裡面看到的天 永遠只有圓圓的這樣子而已 是不夠大的 所以叫做活死人 什麼叫活死人 各位你知道嗎 四五十歲就死了 心死了 七八十歲才靠去井 七八十歲才靠去台 就是四五十歲心就死掉了 整個心死掉就好比行屍走漏 你知道嗎 那這個人是沒有用的 叫做活死人 也叫做制約 有一種現象叫做制約 有一種人 有一個實驗是這樣試驗的 那個小孩子是不是七八八到法月 聽懂 聽懂嗎 什麼意思 七個月 誰會坐 八個月誰會爬 九個月才會花牙 對不對 他在爬的時候 那麼 就故意放一隻小白兔 很白的白兔好可愛 放出來 他爬爬爬爬 看到小白兔的時候 要摸小白兔嘛 當要摸的那一剎那 旁邊叫一個人拿了一個銅鑼 銅鑼聽懂嗎 對 大大力的 當要摸的時候 你看這個時候小孩子會怎樣 嚇到 退了好幾步 又爬爬爬爬爬 又看到小白兔 又要摸的時候 再 這個時候嚇哭了 一直哭啊 從此之後 他這一輩子 只要看到白色白隆隆的東西 他就害怕 很恐懼 這個實驗是真的 這個東西叫做制約 我們早期的父母親 你像你就不會啦 早期的父母親小孩子跌倒 會爬過去把他抱起來對不對 還會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打地上給他看 我知道你不會 我說以前的媽媽 以前的媽媽全部會 有沒有 哎呀 秀秀秀秀 哎呀你臭 害我的小孩子跌倒 有沒有 錯誤都是地板 不是他自己跌倒 打從小時候就灌輸他 告訴他 你跌倒是別人的錯 不是你的錯 有沒有 那這樣子一直長大 他養成習慣 他自己患錯都不是自己錯 都是別人的錯 只要我酒喝不多 都是葉中光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這個叫做制約 懂清楚嗎 這個都會讓每一個人的智能產生障礙 智能產生障礙 也叫做智障 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你患到智障 加智障 再加智障 你一定智障 你就完蛋了 你知道嗎 你這一輩子什麼都不用講了 那各位 評估自己一下 哪一個智障是有犯到 有沒有 最好都沒有好不好 最好都沒有 所以呢 必須排除智慧障礙 防止智我障礙 克服智能障礙 才能夠智我突破 太重要了 這三點 這三點 來 所以突破 智我才能夠邁向成功 一般瓶頸措折困難 特別吸引勇於突破的人 敢突破的人 就對這三項都沒有問題 因為只有在遇到瓶頸措折困難的時候 才會認識真正的自己 遇到難關才會看清自己 所以溫室裡的花朵是看不到什麼東西的 小時候就很好命的 有沒有 有沒有 一出事就咬著一隻什麼 金手石出事 有沒有 那個林烏銅他們家的人都是這樣 我們台灣郭台銘他們家的人也是這樣 那我們有沒有咬金手石 我們沒有咬金手石 還咬一張當票 搞壞 你能夠萬探你的爸爸媽媽 你怎麼把我伸到我們家嗎 不能對不對 咬一張當票 別人是富二代 很富有的第二代 我們也是富二代 富債的第二代 靠腰 差那裡追到 來 所以要巨顏師為未酬抹茶 有危機意識 遠離舒適圈 要遠離舒適圈 因為你做 做業務行銷的 每一天都要出去碰 出去碰 所以你如果太舒服的話 那就沒辦法 請不要叫我戴山狗 我的代號是孤狼